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開箱的是 紙膠帶的這個小膠台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這邊寫masking tape 這個就是這個盒子膠帶 那cutter呢可以翻成刀片 那masking tape cutter 這就是這個小膠帶 那直接呢是扣在這個盒子膠帶上面 就可以使用 好,那它裡頭有三個 那試用的這個寬度呢是15mm的 好,可以直接這樣子試開使用 我們看一下後面 好,這邊有使用方法 它這邊有這個自媒自媒就是爪子 爪子把它往上抬起來 然後扣進去 然後就可以把膠帶拉出來之後 直接使用 好,那這邊呢有它的尺寸的一個標示 好,然後 它這邊有適用的尺寸 好,這是條碼FV這間公司 好,那我們實際打開來看一下吧 好,那它這個包裝裡頭一共有三個 那它這邊呢是有鋸齒狀 看不太清楚 這樣子 好,這個是有鋸齒狀的要撕膠帶用的 那我這邊呢有幾個這個盒子膠帶 那我們就看一下它的說明 直接就這樣子把它勾起來 然後套進去 好 那我們來看之前試的地方 是這裡 好 好 那實際使用呢就是直接這樣子 這個可以這樣子一直畫 然後到你要的地方之後呢 好 這樣就可以把它撕起來了 好 那我們再來試 它這個應該都是一樣的 只是顏色不一樣而已 那我們來試這一個 好 這邊來之後 這邊呢 把它撕起來 好 這樣就可以把它撕下來了 好 再來最後一個 我們看一下 好 它是在這邊 所以呢 我們扣的時候 這樣子把它扣起來 那如果你的這個 指教帶是新的話 新的 它這邊比較厚 所以這個就比較不會晃那麼大 那如果是像這個已經快用差不多的 它這個空間就會變很大 變成要這樣子往下貼著 好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 好一樣要試的時候 直接這樣子 這樣就比較好試了 試了比較整齊 好 那以上呢就是這個 盒子膠帶的 小膠台的開箱介紹 好 謝謝你們的收看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也歡迎訂閱留言跟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嘍